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道过去石家庄是开过会的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石家庄就没有晴朗过 老是这个雾沉沉的这样的天气 你说为什么吗 好像我们是石家庄人 我们就知道这个跟地形也挺有关系 它那个山正好是我们是在一个山窝窝里 所以这个过来的风 包括到后来就加上了一些工业污染 这个山挡住了 挡住了它还是都堆积在这个里面 所以早些年甚至都听说过 有人提出过那么一个设想 就是说炸开一个山口 愚公一山 不 炸开 炸开山口让这个风吹过去 这就所以说明这在我们那儿是个很老的问题 我就没见到多少天晴朗的天空 这次我感到这个很开心的是 首都也这样了 终于跟我们石家庄人民同甘共苦了 对吧 而且现在大家都拿手机拍照 我有朋友拍的比较艺术 咱们可以办一下摄影展 他拍的这个看谁拍的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瞧 这几天 不得了 北京 你再看下一遍 北京 这还是晴天 对吧 对对对 能见度 你就能看得出来 那个太阳看上去像有毒的一样 你看 有国化的意境 这就是留白 是吧 这个米 就是米家云山 从美学的角度来看 还不坏 还不坏 咱们再看看下边 从这个语文的角度 爱国进步 知道吗 这个敏住科学 民主科学 民主科学 爱国进步 民主科学 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 很有才 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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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读一段 人家传给我的 遛狗不见狗 狗说我才走 见神不见手 狗叫 这个读错了 洗澡不用挡 老天是屏障 措澡擦弯腰 肥皂看不到 然后说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站在天安门前 看不见毛主席 不是 人家现在说 不要说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是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而是我和我的女朋友 去民政局登记结婚 在半路上帝都的雾中 走散 这样的 陶老师 你有什么感想 北望神州 我这个呢 我是看到了 一则以洗 一则以忧 就是说忧的呢 当然这个会形成就很大的 对我们人民百姓 一个健康的问题 但喜的呢 像你刚才说 看见北京这墓这么大 你也高兴 我也高兴 为什么 这是大国崛起 必经的阶段 就证明我们国家强了 为什么 你看我们老牌 大英帝国 在这个19世纪 就在鸦片战争时期 他那个伦敦 那个大雾 雾啊 那个也是 也是跟那个 那个天气 那个有关 那个雾啊 是种的 那些人呢 看不到前面 有几个呢 在河边走 一脚 就他 他进的这个 太无事和就淹死了 进的呢 他是老英国了 你看这 你那时候还没你的吧 还没 最严重的1952年 12月5号 这个天气环境 跟现在北京差不多 也是一层 就非常的冷 冷而无风 那么一层大雾 再加上那个烧煤球啊 英国的雾 是因为烧煤球 烧太多了 这个煤球的烟 跟那个自然的雾 1952年 再加上这个汽车的废弃 短短五天 死了一万两千人 这几天 我正还听一个朋友 这么问我 所以这个多难兴邦啊 这反动派的言论 一时难以辨认 是吧 不是 我这几天朋友 正也问我这个事 他说你不是去过英国吗 我整天夸英国的园林 英国空气好 他就说 他说在工业化早期 都经过这个阶段 但是英国 现在不是很好吗 他就问我 那这意思是不是说 中国也能够弄好 将来有一天 也能够弄到 像英国一样吗 是啊 所以我都看了开心呢 对不对 1952年那场雾可不得了 你看你现在我们北京呢 就政府还叫人家不要外出 但那场雾呢 那个雾啊 人家在那个剧院里头 看那个歌剧 看到一半看不下去 那个雾啊 从那个门缝进来了 钻进来了 一个舞台看得不清楚 我知道 然后那个歌剧要终止 你觉得那是什么歌剧吗 茶花女 对了 观众看不见 看不见 像雾又像花 没错 这几天北京都是嘛 他们就说那个 像花女 那不就物理看花吗 物理看花 所以有这个伦敦的经验 今天我看到这个北京这雾 我就有点担心了 你说天安门 广常看不到某种西项 不过你刚才讲的这个 我们倒还真是有图为证 有当年1952的图片 我要给你看的是什么呢 后边还有三张我拍的图片 我在哪拍的 在爱丁堡 在苏格兰 我就想说呀 你就看到当年这种工业化的遗存 你再可以看看啊 这是刚才这个陶老师说的 哎 这也拍的很美 到1952年伦敦的那场毒物 你再看下边 1952年 就像福尔摩斯 对对 你就知道福尔摩斯的电影是怎么出来的了 你再看下边啊 为什么我给你看爱丁堡 这爱丁堡一个著名建筑 爱丁堡的建筑我就发现都是黑了 熏的这么黑 你看 你再看下边 就熏的这么有黑 你再看下边 可是你看 今天英国的天气 即便有阴云 有雾啊 可干净的气候 就是透明的 它都是透明的 所以为什么我给你看这个照片呢 我就问当地人 我说怎么是黑的呢 是吧 他们讲啊 就是当年火车烧煤 你想英国工业化 那个时候是是是全球的航空母舰 到这个程度 所有的楼都熏成这么黑 到今天的古迹全被熏黑 但是今天他们的环境治理好了 空气很洁净 而且他们不会修复 把那个用个白油啊 把它漆起来 不会这样 保留历史原貌 所以这个古籍呢 现在今天我国家 很多什么修旧如旧 你到新加坡 你游车水 那个房子旧房子 一块红一块绿 到澳门那些老房子也是这样 这个一点不专业 留下来 黑就黑 怕什么 保留这个历史的这个遗迹 这确实是这样 你知道误根埋 我觉得这次咱们人民群众 科普知识就有了 物是什么呀 物是水气 是水 但是这个埋呢 是干陈粒 就是陈粒 就是那个美国大使馆 网图 颠覆我们的那个 那个恶毒证据 对不对 没错 那个就是就是埋 对不对 咱们现在超标 最高的时候十倍 超标十倍了 已经到了什么 一千个毫克那么多 就是最高的时候 现在最大的疑问 最大的争议就是 这到底是天气原因 还是污染原因 这我告诉你 有三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 是跟天气有关系 就比如说出现一种天气啊 这个高空啊 温度这个热 低空温度冷 这样的话 你这个空气就不会上升 就全沉在这里 二一个就是汽车尾气 像英国那个就是烧煤 工业污染 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又在产生 但是这些东西又风吹不走 又排不去 容易形成这个 所以今天那个北京啊 这个大物跟当年1952年 就像这个话就说对了 性质不一样 为什么呢 1952年那个主要是煤烟 今天北京那个呢 现在也不烧煤球 今天那种汽车 那个飞气啊 化学工创里头 那个东西啊 圈毒 这个圈啊 吸进去以后啊 今天那个脑子清理不掉 在血液里头 因为它沉下 这个比重很大 到器官里头啊 你割出来也没办法洗 所以这种圈毒呢 有人说 会影响下一代的智商 人会越来越蠢 所以这个北京啊 这个大物 毒物非得整治不可 人家英国呢 吸收了1952年经验 1956年 马上就通过了这个 清洁空气法 到1968年 再完善 禁止这个家居跟工厂 烧煤球 所以今天你看啊 气候清明了 英国气候真是清明 阳光了 看见阳光了 对对对 以前我们看那个 狄更斯的什么 叫雾都孤儿嘛 Oliver Twist 确实狄更斯那个时候 雾也是很大了 就是烧煤 所以这个经过 19世纪 三四十年代 一个雾结 然后到1952年 这么一个空气污染 这个雾结 以后通定斯通 现在你看 到了英国啊 呼吸 伦敦的天 是晴朗的天 什么雾都 不在了 没了 现在过去 咱们这个歌中唱到 街坊区的天 是晴朗的天 街坊区的人民 好喜欢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一千个外国人眼中 有一千个中国 打开美扇 了解中国的门 对话各路 中国通 茅台葡萄酒 世界看中国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央台 整体打包更省心 哇 都替我们单位好了 分期付款更省钱 真划算 智能配送更省时 看 还有会员礼物啊 来苏宁 省更多 科技苏宁 智慧服务 国家级的规格 大师级的演出 零距离 免付费 专享殿堂级艺术表演 唯有此处 星光大剧院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我给你播报几个卡片 这个这都是最近的事 女星田普君 这人是 这字是念君吗 女星田普君 在微博感叹 北京空气质量差 说孩子 我看你还是等二十年 再生出来吧 不然爹妈对不起你 随后网友纷纷祝福 王石要当爹了 然后这是 司机跟警察说 物太大 看不到啊 闯了红灯怎么办 交警说 红灯你都看不到 摄像头也拍不到你 现在还有个流行语是 戴口罩的 比戴奶罩的还多 有一种 我不相信 嘴巴只有一张 怎么会戴的比奶罩多呢 你们家奶罩一个算两个 是按一副吗 我就按形状 还有现在有一种病 伎量单位成问题 伎量成问题 但是现在这个 这个诊病的概念 好色情 已经有了一个 一个英文的词 徐老师读一下 叫北京什么 北京咳 北京咳 是对在中国期间产生的一种呼吸症状的称呼 表现为肝咳或者咽 痒 看医生没用 离开就好 绝不是笑话 小人 就是这个北京咳 我这边在香港 到南方来就好 我这次来香港 之前 所以我早有预兆 我跟老鼠似的 这一个月我在北京 这个鼻子都是堵的 没有通过 而且咽咽痒痒痒 有时候做节目都做不下去 说实话就痒痒 到香港就没事 离开北京就没事 这还是真的 空气也一国两制嘛 对对对 没错吧 现在你看 很多事 有朋友去瑞士滑雪 一下飞机就呛晕了 说这空气也太蠢了吧 最痒 他最痒了 急救车马上到了 拼命对大夫说 China China 大夫一听就明白了 OK 把氧气袋放掉 换了一袋汽车尾气 插上管子 一下就舒服了 我看 有个人说 第一次到伦敦碰到大雾 找不到了吧 旁边就有一个 普通话的声音说 迷路了 是啊 你要去哪里 我带你 转 转到了以后 你本地人吗 怎么这么熟啊 不是北京人 其实就是说 我们现在 天气的原因是 比较难改 或者比较长远 可是这些人为 就是天灾人祸 这个人祸的原因啊 是着手是马上就要做的 否则北京这个城市 越来越不适合于人居住 所以我就说 这些年 我们中国人呢 的管理方法 就叫危机管理 就是 事情太多了 哪个事情 都能出 出问题 一出问题 赶快 紧急措施 你看现在都眼瞅着这样吧 七成公务车 就不正开了 对吧 就减少这个危机 一些工厂 工厂停工啊 你应该吸收香港经验 我们香港天文台 从来没有说这个是污染 而叫烟霞 烟霞 今天这个海党能见度不高 因为今天烟霞比较多 多浪漫啊 你看这个 以前这个宋词就有一句 放住都无真物 去住都无真物 放行总是烟霞 所以我们香港太平山 有时候变成七霞岭 一点没事 没问题 所以不要听美国领事馆 在做重伤 挑拨离间 你把这个文字呢 就略略调整一下 那就是不然的话 会造成高度不稳定 把这烟霞烟霞叫上几百遍 那自然没事 这个心理作用嘛 对不对 你老说毒物毒物 PM2.5 PM2.5 一用这种词啊 感觉就是很不怕 感觉的问题 可是啊 这个在这种情况下 死亡率提高六倍 是啊 就死人了 心理问题嘛 你听到 心理问题 心理的问题 你听的是 不不不不 不是心理的问题 2000年到 心理一荒 这个气 2000年到2010年 北京肺癌发病率增加 56.35% 那个癌症当中 五分之一是肺癌的患者 这个肺癌成为北京市民的 第一号死亡杀手 已经不是心状病了 哎呀 这个是实际的数字 所以你 烟霞也好 就他刚才 PM2.5也好 有没有直接的证据呢 这会不会是以人口增加 所以这个比例增加呢 抽烟呢 算不算呢 不是 这个事啊 所以这个还真难说 咱们现在呢 肯定认为 这就是污染 是跟人的这个人类活动 有关系啊 这是一回事 但他讲的这个 另一回事 就是说这个 现在的这种癌症增多 你知道吗 研究其中之一 居然是因为什么 因为 为什么现在的癌症 比历史上 什么时候都多呢 因为现在人类的 不是 现在人类的平均寿命 比历史上 什么时候都长寿 你活到七八 你活到七八十岁了 你这个器官生肿瘤的这个概率啊 大大增加了 所以他有时候科学统计啊 他有很多个侧面的原因 五六三四五十岁就死了 那个时候你还没机会 大家都没有更年期 对对对 多好啊 对 有的他没来潮那就嗝了 而且那时候没有癌的观念 比如说黄药师是怎么死的呢 说不定就是啊 就是肺癌死的 对不对 黄药师怎么死的 黄药师前列腺癌吗 前列腺癌 对对对 不如叫博士 写个博士论文 对对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为财动力 凤凰大视野 中国入世十年 经历的调整 付出了努力 预见变身为一个成熟的贸易大国 汇集自身 也汇集世界 对各行各业都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我们带您以行业为经纬 透过专家解读 回眸这段不平凡的历程 交融 中国入世十年济世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如极之水 汇圆酒精 年份端将 五井共酒 五根手指 各有分工 也完美合作 第一档全媒体新闻节目 与您互动双赢 全球意见共享 四方搜罗 及时资讯 五大平台 同步发送 最默契的配合 以沟通 掌握趋势 全媒体资源 就此互通有无 全媒体全时空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我很多时间 在北京生活 我真的是觉得 我有点有国有民 就是说 北京该怎么办 真的 我觉得我要是领导人 我都很头疼 因为它这个城市 从多少年之前的设计 今天看起来 就出了问题 二 现在这个三环以内 彻底堵车 对吧 这个繁忙时间 全二环 三环 四环 就是大停车场 这每一辆车 排的这个尾气 你说 他们又讲了 说奥运会的时候 咱们真是改天换地了 打到了外国人检查 都过关的 跟查兴奋剂似的 完全过关的 真的能改变天气 但是奥运之后的 一年还是两年 再一测 马上就已经 污染程度相当高了 你说这个东西 怎么办呢 北京是怎么定都的 是元朝 是蒙古人来的 中国人以前 中国的中兴 是在西安 河洛阳 对对对 就是这一代 以汉族这个地域 统治的中兴 中国中国 指的就是中原地带 是这个地方 是因为义族 就是因为北方的游牧民族 他来统治中国 他定在 所以明代后来是谁的元朝 对 那后来清代更是 他也是一个北方的义族 外来政权 对 所以一到北京 我第一次到北京 我的印象就是说 这个羊肉味 就是说是一个北 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 跟汉族的一个交流 没错 没错 如果真正从大中原的角度 所以现在很多人提出 迁都的各种各样的可能 因为北京现在 你现在看五环四环这样塞 咱们的现代化刚刚起步 你知道 现在中国 现在目前的碳排量 世界第一 但是人均的碳排量 还是不高的 跟墨西哥差不多 要是我们人均也一发达的话 中国的整个碳排 占全世界 不知道多少 现在是百分之二十了 将来就全世界 可能一半就这样 那北京要这样再发展 你想想车的增长速度 所以我觉得 这个你还没算大漠风沙 北平呢 在民国时代就有句老话 无风三赤土 有雨一接泥 那个时候是牛车 炉车 黄包车 你看 因为这个在大漠 在北边 西北边 没有什么屏障 只能够植木 种树 现在那个树 还剩多少呢 对 所以这个风沙一刮进来 哇 这是幸亏 没有杀 他是本 有啊 前几天杀成暴 杀成暴啊 前两年 就是他年年要治理啊 什么种什么防护林啊 什么的 但我看他基本上历史上 就是个自然条件恶劣的一个地方 你但是呢 又加上了这个新的 你想看 你看我就回想一下这些年 这个北京啊 哎 你作为一个城市 一下雨 死多少人 就能首都 他 然后这一问呢 说当年这个下水道的这个管子啊 是多少年都没有换了 根本就没法满足现在的需要排水 对 还有地方是明代的管子 你就不要说 我住的那个地方 大冬天的 突然说啊 这个未来三天 没有暖气 没有热水 就不是 不是没有暖气 没有热水 没有热水 怎么不说 为什么没有热水啊 说这个管子啊 年久失修了 如果今年冬天想用上暖气 你就必须得让这个工暖部门啊 这几天把这水 热水全停了 这一大片呢 全停了 大家这个洗澡啊 你完全 从大温泉 零度 我的天 哎呦 我就觉得这是 这个北京 当然它是很伟大 对吧 它伟大在天安门 但是就说 主要是我们看不见毛主席 还有一个城市也很奇怪 就洛杉矶 洛杉矶的条件也很长 对不对 你站在 山谷里头 它就是山谷 它就是封死的 看不到的 对 你就在山上看 下面永远一片雾气 我跟你说 呃 刚才这陶老师讲 1952年伦敦的灾难嘛 洛杉矶也完蛋过 也是一个类似的毒物事件 就当时是多少辆汽车 就是出现了我说的那种高空暖 低空冷 汽车尾气排不出去 当时洛杉矶也造成一场灾难 所以嘛 大国崛起 必然阵痛 哈哈 你当时乐观主义 我很乐观 我耐心吧 早晚咱也能变成英国 对对 也能治理好 早超过了 咱们这一代人付出点代价 对吧 我就担心呢 就吃奶有特务 茅台有特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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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